主流媒體沒有辦法關注大家的面向 那我現在有一個疑問 如果說某個地區然後公民記者長期關心 後來主流媒體也進來去報導 可是有很多的東西可能他們沒有辦法拿到資料 或者是說他們事後想要去用公民記者的資料 但是沒有經過告知而使用 那因為我自己的經歷還有我一些朋友面臨這樣的狀況 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現場的講師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就是面對這種情況要怎麼去做處理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產出的資訊內容 然後可以主流媒體直接挪用 然後你的權力收到請來 教訓可以回答嗎 就是有一個 就是看他好像寫引用 就是他如果直接就是把你的照片拿去用 那他沒有寫引用的消息來源是誰 或是直接就是抄一段東西的話 是可以去預告 就是說先寫信給他 我們之前有發生一件事你記得嗎 你要不要講他那個脈絡 他說轉台之類的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其實就是有被中片自己引用 對然後好像還有跟其他媒體 但是他就直接用了那張照片 然後沒有去寫說那是影子於我們 但是其實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並沒有列出一個很明確的規範說 任何媒體要使用我們的照片應該要引述來源 或是應該要進行告知的動作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們也是討論了蠻久的 就是在那個規範上面並沒有很仔細的去要求其他媒體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一開始並沒有設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後來我們就有主動的去跟他們聯繫 然後請他們就是換照片 或是跟他們說你們應該要加註說引用自信文議論壇這樣子 那其實比較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照片可以加浮水引爆 就後來我們就是有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話人家要轉載的話就必須要進行一些裁切 或是必須要對你的照片進行外加工 那其實對他來說也比較麻煩 那我覺得可能是比較好的方法 或是你在自己在有在做一個那個組織的時候 其實像後來你們看就是公民的直播台 其實都滿多人會說什麼要引用的話必須要有一些規範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事先去考量到 那就可以省去後面很多的麻煩 對 不過他可以他引用了以後他就可以引用 其實這一點也是就是說你可能會覺得很不爽 因為像某一家報紙中的報紙 其實過去就很常去超 有點是說就是用一段公民記者或是說什麼布洛克自己寫的東西 或是照片 其實發生過蠻多次這樣的 那後來的也是要求他們說你要去加註來源 可是他一旦加作來源他就可以引用的東西 其實現在也 其實現在電子媒體的差價嘛 他就是用報紙的東西 就是大家互相用好用具 可是如果你做你的來源其實就可以就OK了這樣 就爽 好像你也沒有採訪然後就寫 可是對啊 就是可以這樣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好像是我們自己的 對不對 就你可能只會很不爽說他們也沒有採訪然後就引用 可是當他引用你的名字或是來源的時候其實就OK 對 但是至少別人會看到說這個來源是你的 其實這個權力是對等的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引用某一例的訊息 只是有沒有被告知的這一點會 大家的心理上會有點不舒服 而且像媒體它是靠他們的訊息 我們不是引力的 所以就會有點跟你商量 可是在權力上其實是他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們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好 然後 那今天大家在公平記者家守則提問的部分 其實都是以後都會遇到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可能會把 會把某一些內容就寫到我們的講義裡面 那可能就是下一次座談的時候 這個內容部分會再影響 然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後面的每一個區塊 都還是需要各種的意見回饋 那我們就先 然後如果大家還覺得